觉悟十二因缘法 也就能够了解生老病死的轮回之苦 修行就是教大众认识烦恼与断除烦恼 透过觉悟十二因缘法 了解老病死生轮回真相 衍生出离心 进而达到究竟解脱 那么了解最坑后手就是我们的烦恼 之后生命就会放在认识所谓的我们的烦恼 还有断除烦恼 其实修行就在这上面而已 进一步了解十二因缘 它是我们产生老病死生的厌理 我不是用生老病死 是因为十二缘起就告诉我们 我们出生之后怎么老 怎么病 死之后又怎么再轮回再投生 就是这个轮回的过程 它的运作的模式是什么 你了解的时候会让我们申请很强的处理心 之后才能够真实的能够发起泄脱 甚至帮助一切友情发起泄脱 进一步能去泄脱道性 才到我们拥有了这个人生之后 进一步还要什么呢 如果有出家生就更好的 再就会本身就是出家生了 所以能去泄脱道性 让我们看到绽放这个希望的曙光 十二因缘是佛教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 是释迦摩尼佛 自修至正得到的真理 十二因缘分别是无名 行事各社 六入处受爱 取有生老死 十二因缘因果相续而无间断 使人流转与生死轮回大海 而不能得以出离 十方新闻 黄慧如 肖瑞峰 屏东采访报导 一边